在节目圆桌排中有一期关于工作的话题 有网友抱怨自己在单位没有成就感 觉得上班既浪费生命又没有意义 针对这种情况 窦文涛的回答点醒了很多人 我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也不过是为了拿这个工资 现实中 很多人之所以职场坎坷 就在于对工作期待太高 想要工作帮你成长 又想要领导给予肯定 还想要和同事缔结友谊 但结果却是 无论你怎么努力 工作也无法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过度索取情绪价值 也只会让你陷入希望和失望的恶性循环 让自己痛苦不已 一 不要期待工作会给你附加价值 出入职场时 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心态 想干出一番大事业 但工作久了 却发现自己只是一颗可有可恶的螺丝钉 很多岗位也没有专业要求 自己拼命考来的高学历 似乎也没了用武之底 于是你失望至极 在持续性摆烂和紧细性内耗的怪圈中 失去了冲劲和勇气 但其实罗翔早就说过 无论多么高大上的工作 时间已长 你都会滋生无聊的感觉 都会觉得工作不过是一种重复的机械劳动 因为工作本身的价值十分有限 并不足以支撑我们常年累月的热情 一旦你拔高了期待之 试图在工作中寻找更多意义 你就难免会陷入苦闷和空虚 中村恒子是一名心理治疗师 他每天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些人觉得工作是为了实现理想 也有人说工作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 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上班 人往往会陷入不被满足的痛苦中 因为大多数工作都达不到这样的预期 你追求工资以外的价值 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了解决来访者的烦恼 恒子开解大家 工作的本质就是为了活着 让生活变得更好点而已 他还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年少时他就是为了养活自己才工作 从事医生的职业也并非出于喜欢 只是因为叔叔资助了学费 可这样的工作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业七十年来 自己虽然没赚到很多钱 但兼顾了家庭 收获了幸福的人生 虽然职位也不高 但每天能给来访者提供帮助 自己的心情也变得极好 他还劝告大家 人生价值 自我成长之类的问题 还是等自己立足安稳后再去考虑 人生很长 慢慢思考就好了 有一句话说 不要在谋生的地方找意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工作都只是赚钱的手段 他不负责给你激情 也不负责给你乐趣 更别说帮你实现理想 给予你成长的机会 对工作的过度索取 只会给你增添不必要的压力 管理不好自己的期待 也只会让你陷入两难的境地 不如踏踏实实干活 任人真真工作 不再索取更多价值 反而会让你内心更轻松 二 不要指望老板能和你感同身受 职场中有一种好学生心态 指的是员工像好学生一样 每做一件事都希望得到领导的表扬 而一旦犯了错 就希望领导能体谅自己的处境 给予自己安慰和鼓励 但现实却是 领导只注重结果 不在乎过程 对上次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只会毁了你的热情 让你陷入内耗 在网上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位家境普通的年轻人 靠自己的能力考进名角 毕业后又顺利进入名气 按理说这样的人生经历 称得上神逆袭 但遗憾的是 没干多久 他便被迫从心移的企业离职 原来刚进企业时 他非常期待领导能认可自己 做任何事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小组做汇报时 他精心准备了三十多页的文案 结果领导只是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他便感觉自己受到了很大打击 跟进项目时 他熬夜加班 做出了自认为完美的方案 结果方案并未被采用 他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因此倍感委屈 那段时间 他常常和朋友吐槽 为什么我这么优秀 领导就是看不到 难道我做得还不够好吗 他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一些鼓励 被忽略的次数多了 他开始消极代工 业绩也越来越差 无奈之下 人事部劝退了他 而他也因为内心受挫 从此一蹶不振 沦为了平庸的失败者 杨天真在奇葩说里 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他说 员工和老板不过是雇佣关系 员工做好自己的事 领导按时发工资 这份工作就已经完成了闭环 至于领导的态度如何 你大可不必在意 因为领导实在没义务 关心你的情绪 职场如战场 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兵俗 没人会关心你累不累 也没人会在乎你是否受了委屈 你期待领导能给你情绪价值 可领导想的 却是你还能不能再创造经济价值 真正成熟的职场人 早就戒掉了玻璃心 把自己练成了不锈钢体质 因为他们明白 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只会让自己被情绪影响判断力 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把业务做到极致 毕竟在职场 能力才适应道理 等到你做出了令人满足的结果 领导自然也会看见你 三 不要幻想同事能和你成为朋友 吴军博士在网上开通 硅谷来信专栏后 有不少读者向他求助 其中困扰大家最多的问题 便是同事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出入职场 都希望能和周围的同事打成一片 但付出了真心才发现 职场根本没有真友谊 一旦你阻碍了别人的路 最先出局的只能是你自己 电视剧故乡 别来无恙中 董家熙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发展 他刚进入剧院时 由于自力太浅 只能做着最不起眼的底层工作 才华得不到施展 他心里很失望 但好在剧院有个暖心的同事孙康 常常主动开解他 一来二去 两人成了朋友 董家熙渐渐放下心房 开始对孙康无话不谈 有一次 白歌剧团的导演来剧院排练 董家熙因为表现出色 很快赢得了导演的好感 演出成功后 导演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他非常兴奋 下班后就约着孙康去庆祝 还说出了自己对新剧本的看法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期待满满准备入职新剧团时 却被告知名额已满 他问导演原因 导演发来了一份孙康写的剧本大纲 并说已经在执行了 董家熙一看 这不就是自己那天吃饭时说的创意吗 怎么会成了孙康的主意 他去质问孙康 没想到对方不以为然 还嘲讽说是他自己太清新于人 一瞬间 董家熙觉得自己仿佛掉进了冰窟窿 他那么信任孙康 可对方转头就剽窃了自己的创意 还把自己踢出了心仪的剧组 董家熙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跑去找导演解释 可已经无法扭转局面 最终他丢了工作 也丢了信心 只能憋着一口气 无奈地回到了老家 我的前半生中有一句台词 你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 如果能交到朋友 那是惊喜 交不到朋友才是正常的 所谓同事 不过是在同一个单位 共同干事的人而已 彼此因为利益成为共同体 当然也可能因为竞争而解体 你若把同事当成自己的朋友 交付自己的真心 最后大概率遍体鳞伤的也是你 永远记住 职场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稍有真心的情谊 对于同事 你可以真诚 但要有所保留 掌握好彼此的安全距离 毕竟在职场 你最重要的任务 还是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罗翔说过 我们永远不要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 投入不切实际的期待 附加不着边际的价值 因为有限的人与失误 永远无法承载我们无限的期待 很多时候 我们对单位失望 就是因为索取了太多 他无法给予的东西 做不好预期管理 人就只能被职场教训 在工作中痛醒 这个世界上 不存在称心如意的单位 只有学会知足的我们 把要求降低点 减少对单位的期待 你心态对了 工作才能越干越轻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